午餐白白種 你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政治新聞 國際時事 人文科普 生活新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選擇 非碟午餐 銀奶精掌煮 歡迎來到非碟午餐 我是銀奶精 也歡迎YouTube朋友呢 收看直播 同時也邀請您 在我們的臉書 非碟午餐銀奶精時間點贊 這兩天大家最 在國內了 大家最關注的新聞呢 當然是有關於 國民黨提出了一個 這麼爛的 這麼糟糕的 不分區的名單 然後在兩岸 在香港的方面的話題呢 也是一直在延燒當中 昨天呢 香港中文大學 做出了最新的決定 因為情勢實在是太混亂了 所以他們從 昨天開始呢 他們就提早 放寒假 然後新的學期呢 就在明年的 一月六號呢 才開始 然後香港的 淨會大學呢 今天也做出了決定 就是從這個 集聚起呢 課程就停了 大學把這個停了 把課程停了 對於 對於整體的 香港現在一直不斷升高的 態勢來講呢 會不會產生一定程度的作用 在相當程度上是會的 因為 如果說認令 這個學校跟警方 學生跟警方之間的 衝突不斷地往上升高的話 就接下來不知道該怎麼樣收拾才好啊 那學生呢到底清不清楚他們自己運動的目標 然後不斷地恨意的不斷地往往上盤升了之後 接下來到底要要怎麼樣啊 那淨會大學呢 也是做成這樣的決定 淨會大學的校長 他因為呢 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我講的是比較初期的時候啊 當抗議要求撤回 這個反送中撤回逃犯條例的時候 當時發生了一些的 世界 校長方面的態度呢 是支持學生的抗議行動的 可是當後來呢 校長在對於警方 跟這個民眾啊 還有這個抗議人士之間的衝突的過程之中 當校長沒有表現出百分之百的 支持抗議群眾的言語的時候呢 他也遭到了學生的一些的不滿啊 校長是啊 什麼被包圍等等啊 那城市大學 校長的辦公室呢 也被黑衣人呢 進去 然後搗毀啊 香港大學的校長 他在 也是比較早的時候啊 大概在7月 7月左右吧 是6月底 7月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呢 他就是支持這個警方的行為 然後他的學校就被 塌了 他自己呢 的住宅就被學生包圍 那學生呢 不斷的要求他們出來表態 那科大的校長呢 就因為 科大的學生 很不幸的啊 在 這個抗議事件中呢 死亡 那所以呢 科大校長呢 他在這個畢業典禮上呢 嗯 跟大家宣布了這個 不幸的消息之後呢 嗯 落淚啊 然後同學呢 你看他們的畢業典禮啊 是一連舉行好幾天的啊 同學就在下一場的 這個畢業典禮的時候呢 嗯 包圍啊 然後要求這個校方呢 更清更進一步的 這個表表態 那現在的情勢呢 已經完全失去了 這個理性對話的空間 那接下來到底 該會怎麼樣發展 昨天 嗯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召集了他的 相關的 這個 官員啊 啊 來要緊急的來思考啊 之後的這個應對 現在傳出了各種 的說法 包括有可能是 在香港實施宵禁等等啊 那現在呢 嗯 還不知道啊 還不知道 確切的方向 究竟會是什麼 那你實施宵禁之後 呃 對於香港的投資啊 對於外資 是不是會產生 很重大的這個影響 那香港現在呢 最擔心的就是 這些的資本的逃跑啊 所以呢 他們呃 發出了一些的 緊急上面的一些的 行政上面的措施 要減稅啊 等等啊 但是如果 呃局勢一直不能夠 稳定下來的話 減稅也不能夠 呃 去安撫啊 或者是不能夠去 穩定啊 呃 外資投資人 的心情啊 那所以呢 第一個呃 你實施宵禁 你實施宵禁 其實就等同於是 跟就跟戒嚴 相去不遠了啊 那嗯 真的能夠控制住 情勢嗎 那呃 但如果不 采取這個宵禁 他還有些什麼樣 其他的手法 可以來去 穩定現在 是完全失控的 這個局面啊 嗯 到底香港接下來 該怎麼辦啊 呃 那現在這個建制派的 這個議員呢 因為到目前為止呢 呃 雖然有提議啊 可是 呃 11月24號的 選舉 呃 到目前看來呢 是會持續 是會 進行的 哈 那所以呢 呃 我看到 這個香港的 這個媒體報導啊 這個建制派的 這個議員 呃 就是他們現在要改變 他們選舉上面的 這個策略 怎麼到現在才改變啊 我覺得好奇怪 呃 他就說要把 這個反暴力啊 作為最重要的訴求 把11月24號的區議會選舉 呃 作為一個反暴力公投 啊 原本 就民主派來說的話 11月24號的區議會的選舉 就是一個民主公投 啊 他們要求要真 雙真普選 要一個真的一個權利 要呃 香港特區政府呢 對於報警啊 對於相關的這個事情呢 做出一個清楚明確的交代啊 那呃 建制派呢 在過去這段時間呢 還是主要是打一些民生訴求啊 民生議題已經到現在了啊 才才確定說要把呃 這個議題呢 有某一些的議員要把這個議題呢 改為是這個反暴力 是是是怎麼樣好 就是說在這個整體的呃 選戰的過程之中 在這個衝突的這個過程之中 呃 建制派和這個民主派呃 雙方呢 在選舉的這個校正上面 呃 建制派是 這這這這次的抗爭持續了這麼久 呃 如果說選舉是繼續進行的話 民主派一定是大獲全勝的啦 啊 那建制派的這些 正這些政治人物也太沒有政治上面的謀略 和策略了吧 就是上面說什麼 他們就聽什麼 然後在任何的這個事情上面呢 呃 呃沒有辦法呃采取一些有效的啊 有效的策略啊 來使得一直不斷升高的局勢穩定下來 林鄭月娥特首也是啊 他除了呃 就是我我講 就是他除了在這個記者會上說一些呃 譴責暴力 然後這些官樣的文詞之外 似乎沒有辦法採取任何更有效的立場啊 呃 接下來到底會怎麼會會怎麼樣發展 呃原本呢 港澳辦的主任張曉明在這個周末的時候呢 是要到香港去啊 15號要到香港去呢 他去宣講呃 中國共產黨召開這個四中全會之後的 這些的重大的這個政策啊 方向啊等等 但是這個也取消了呃 那這個活動取消了之後 是不是表示呃 中央大陸這個中央呢 在應對香港局勢上面 是有任何一些新的策略啊 或者說一些新的這個看法 還是只是很單純的 就是說呃 張曉明呢不要在這個局勢很亂的狀態之下 呃如果沒有完整的 完整的一個應對的策略的話 這時候去香港呢 可恐怕就是更添亂了啊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情勢 因為很多的訊息呢都不是很透明啊 然後都不是很完整啊 所以也只能夠在後續的這個行動之中呢 在呃去研判接下來的情勢的發展呢 會是如何啊 嗯好 這是香港 那在台灣的部分 嗯 嗯國民黨推出了這非常難看的不分區立委的名單 而吳敦義呢 雖然在外面的壓力之下把他自己從安全的第八名調到安全的第十名 但是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這個差別的啊 然後最最可怕的是呢 國民黨的呃年輕一代啊 他們的市議員羅志強游淑慧 他們去黨中央前面靜坐 吳敦義跟他們的對話 簡直是哇真的是了不起啊 吳敦義呢怎麼講 他说以我的這個資歷 難道不能夠選總統嗎 哇好 他說呢 過去呢 國民黨呢好幾届啊 不分區的立委排名呢 都是把呃 王金平王院長呢 擺在第一名 他說我都是拒絕的 那問題是說 當時 當時 當時有人要 有人 要 把他排在這個第一名嗎 沒有嘛 沒有人這樣子想要把他排在第一名嘛 王金平因為在 呃立法院啊 他 非常的資歷非常的久啊 然後他在呃取得呃有關於立法院長寶座的這個位子上面呢 他是有相當有把握的啊 即便是在呃國民黨沒有在立法院呢有相對的優勢的這個席次之下 呃大概也只有這個王院長有這樣子的能耐啊可以去讓武黨籍啊什麼來支持他讓他得到這個立法院長的這個位子 繼續保保保有這個立法院長的位子 但是這個 但那個誰不是啊 但是那個吳敦義不是啊 從來也沒有人呃要把他擺在立法院的第一名 要他去征這個立院龍頭的寶座 沒有啊 他說過去王先生每次都排第一啊 呃 呃我絕對是拒絕啊 呃以我的這個呃資歷選總統難道過分嗎 好 那 呃 他這一次呢就是因為他的確是想要選總統啊 但是他在實力上面就不如不如人嘛啊 呃也不如也不如朱立倫啊 也不如韓國瑜啊 也更不如呢後來的這個呃郭台銘啊 就都不如人 所以他在很很在今年今年年初的時候 他做成了決定他不不去參與國民黨的總統初選 是有人強迫他嗎 沒有啊 就是現實的情況就是如此 他就是實力不如人啊 那既然不如人的話呢 那退出呃 呃國民黨的立委初選 然後他當時呢把話講得非常的漂亮啊 就是呃 他現在的最大的這個願望呢 就是希望呢能夠讓國民黨呢 呃重新拿回政權 拿到這個總統大位 那同時呢也能夠在立法院過半 那這樣子對呃 吳吳敦毅來講呢 他就是愚怨足矣啊 因為他在當國民黨秘書長的時候呢 呃 馬英九當這個候選人 然後在2008年呢 呃 當選了這個總統啊 那他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很大 讓國民黨重新拿回政權 他作為一個呃秘書長 作為一個操盤者來講呢 是一件非常非常呃 很厲害的這個事情當然是如此啊 可是那個時候呢就算 就算這個秘書長呢不是這個吳敦毅 呃 馬英九也是會贏的啦 好但是無論如何他是黨的這個呃 呃秘書長當然還是有戰功的啊 然後在這個去年呃 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大家都不看好這個國民黨的情形之下 拿下那麼好的成績 所以黨中央難道沒有功勞嗎 黨中央當然還是有功勞的啊 呃 韓國瑜的功勞可能更大一點啊 他那個時候呢 用這個韓流呢席捲了 這個全台灣啊 那如果說 吳敦毅他在這個今年年初退出國民黨的初選 的確是希望呢 能夠呢再一次的啊 讓國民黨呢 呃重新拿回這個執政權的話 那他在這個國民黨的黨史的位置上面呢 的確就是非常非常的啊 呃至關重要 而且就有就有點那種很不朽的感覺了啊 但是他不是啊 他他現在呢 呃卻是讓他自己的呃私利啊 呃他對於權力上面的欲望和渴望呢 掩蓋了所有的一切 呃讓他自己呢 坐上了國民黨的超級安全的名單 而且昨天的那個換法呢 說實在莫名其妙啊 他把他自己調到第十名啊 然后把這個第八名呢 换成了邱毅 然后这个呃把這個陳以信啊 呃往后掉掉到十六名 把江明清呢 就排出去就排出名单来了 这个道理在哪裡呢 邱毅 为什么会是邱毅呢 呃 嗯大家去網路上面看一看啊 邱毅已經在台湾的政壇呢 呃 還有評論界啊 已經消失了好長一段時間了 那他的言論呢 越來越啊 越來越輕忠啊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人 把擺在國民黨的不分區 立委裡面 而且還是安全名單 這國民黨不是 國民黨不是就是嫌怎樣 國民黨是是是怎樣 是嫌這次選戰他們票太多嗎 他們的票在哪裡啊啊 呃 邱毅他在很多有關於兩岸上面的這個言論 他就是 他說啊 大家隨大家這個呃 簡單的上網去查一下就就會看到了啊 他說呃 呃 如果是和平統一的話就是一國兩制 如果呢是武統的話呢 就是一國一制 台灣民眾呢應該知道要怎麼樣 會 該做什麼樣的抉擇 那這不就是被民進黨 這不就是這一段時間 被民進黨一直往國民黨身上扣的紅帽子嗎 那你現在呢 還把這樣的人擺在你們的不分區 安全名單的第八名 是是怎麼樣啊 那這個叫叫韓國瑜 這個選戰 要怎麼個打法呀 他現在呢 呃 追得非常的辛苦 在民調上面要追這個蔡英文 追得非常非常的這個辛苦 然後這個不分區名單呢 等於是在扯韓國瑜的後腿嘛 原本呢 期待說國民黨如果提出一個 稍微好看一點的啊 不分區名單 然後你把吳敦穎自己把自己排在 安全名單的邊緣 甚至於是不安全名單啊 不管是13名也好 15名也好 展現出那樣子的決心啊 要把國民黨呢 呃 在立法院呢 拿下一個最好的成績 可能會有一些人呢 這個衝著這個國民黨的呃 不分區的名單 然後衝著吳敦毅 你這種大公無私 然後全新為黨奮鬥的這個精神啊 可能會考慮呢 把這個票呢 有一些這個藍影的人 不知道現在為止 還不想要投給這個韓國瑜嗎 我們看這個民調上面 韓國瑜表態支持他的 都跟這個蔡英文 綠營呢 都八九成都是要支持 這個蔡英文 還有一段距離啊 如果國民黨提出一個 稍微像樣一點的 不分區名單的話 可能會讓有一些人有動力啊 藍英的人啊 有動力這樣出來 就你現在提的名單 這不是 這不是 這這 這簡直是 簡直是在扯後腿啊 然後還有一個很妙的人是 是 張山正 他是韓國瑜的副總統候選人 搭檔 張山正說 這個國民黨的 這個不分區名單 實在是讓人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呢 他要切割 那如果呢 民眾要投這個民眾黨呢 我們也 我們也不能怎麼辦 怎麼會是講這樣的話 第一個很奇怪 就是說你要怎麼切割 你是國民黨的 這個副總統候選人 然後你跟 你跟這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你要怎麼樣跟我們政黨提出來的 不分區名單來切割 這實在是 這很奇怪 好 然後還說 那如果你們要去投民眾黨的話 我們也沒辦法 怎麼會這樣子呢 好 你們不是應該要利用一下 你們自己的力量 你們現在在黨內是 總統候 副總統候選人是最重要的 要不要運用你們的力量 在這個最後階段 看看還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任何任何任何的可能性 能夠在中央委員 要去 要去表決 國民黨這份不分區名單的時候 能不能夠發揮最後一點的力量 所以這個張正正真的很妙 然後呢 韓國瑜的回應是說 張正正是無黨籍啦 對政黨政治運作未必熟悉 我們會再溝通 到時候再給外界完成說法 你整個瞎 國民黨在搞什麼鬼啊